每一样女子投入老男人怀抱 只为帮男友还债 要是再不还钱 我就卸胳膊卸腿了 目的达到男友却提出无耻请求 便宜都占了 还那么有钱 咱怎么也得赚够咱俩的创业资金吧 女人轮为男友赚钱工具 换来的却是欺骗与背叛 老父亲帮她报仇 又将做出什么疯狂举动 被男友出卖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前途路路口 有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这一天 梳着板寸头的假小子刘彤彤 拿着几张报表 来到经理办公室 要找老板贺超签字 贺超拿起一张表 突然瞪大了眼睛 你 刘彤彤顺着老板的目光 回过头看去 她也愣了 原来一个面容娇好 挺着肚子的孕妇 正已在门口呆呆地站着 这个孕妇是谁呀 她就是帅哥老板贺超的女朋友 叫叶文 刘彤彤感觉气氛不对 赶紧出来了把门带上 可是这办公室和外头并不隔音 刘彤彤还没走出几步 就听到老板贺超在说 你什么时候怀孕了 他的还是我的 大家全屏住了呼吸 可叶文没回答 贺超又继续问 你怎么身上还有伤啊 是不是他发现不是他的 就把你给打了 这一回叶文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孩子 孩子是为了你怀的 但不是你的 叶文的话令贺超非常吃惊 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迫使这个女孩 为了男友而怀上别人的孩子呢 这件事还得从他们的感情 精力说起 贺超和叶文相识 已经有四年了 当年叶文因为学历不高 很早就出来找事情做 他跟着几个姐们学当模特 租住的房子 恰好就在贺超工作的气球店旁边 那个时候啊 叶文特别爱看泡沫剧 有一天 叶文看了几集电视剧 这思绪还沉浸在剧情里 他走出来了 咚 撞上一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身高有一米八五 身材健硕 皮肤脚白 大眼睛高鼻梁 面相十分英俊 再加上他那件白色T恤和一条牛仔裤 这感觉像极了刚才电视剧里的男主角 叶文一下子就动心了 这个人就是贺超 而贺超对叶文也并不陌生 他早就注意到这个美女了 这气球店的门天天敞开着 旁边小区里出出渐渐的女人什么样 他最清楚了 凡是感觉单身的 要不就是看一眼 不想再看的 要不就是想再看 这经济条件攀不上的 唯独这叶文长腿美女一个 经济条件又不是高不可攀 于是这男有情女有义 两个人很快的就好上了 贺超传的不多 叶文为了贴补 很快的就跟着几个姐妹去走穴了 这叶文素颜是一种美 打扮起来更有一种 让男人神魂颠倒的魅气 竟然把贺超的好朋友 明哥也给迷住了 这明哥是在一家KGV工作 曾经在经济上接级过贺超 这一天明哥请贺超喝酒 酒过三十米后 他就对着贺超吐真言了 你小子上次给我介绍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刘彤彤 对那什么要跟个男的是的 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个像叶文那样的呢 这也就是冲你是我的铁哥们 要不我早追他了 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啊 就他那工作 迟早被大款盯上 到时候别人抢 哥们可就帮不上了 明哥的这番话 把贺超说得下了一身的冷汗 回到他和叶文的租住处 他抱住叶文就开始说 亲爱的你换个工作吧 成天穿那么少往那一站 那么多色狼盯着 我害怕你跟别人跑了 叶文笑了 你了解我性格呀 我是宁愿在自行车上笑 也不愿在饱把里哭的人啊 我发誓 我叶文 这辈子对贺超忠贞不语 分与不驾 虽然叶文一再保证 自己一定不会变心 但明哥的话 还是让贺超心有余悸 在贺超的一再劝说下 叶文终于同意换掉工作 但连贺超自己都没想到 没过多久 他就会亲手将叶文 送入别人的怀抱 这一天 叶文真的为了贺超换了一个工作 走出新单位的大楼 他兴奋的给贺超打着电话 亲爱的 从明天起 我就是保险经纪人了 我这么乖 你什么时候八台大叫来接我呀 贺超在电话这头 也偷偷的乐着 你等着 我现在就接你去 原来呀 这贺超为了让叶文高兴 偷偷的把一个顾客 放在他们店 检修的保时捷给开出来了 可贺超这电话打得太投入了 光当 保时捷和前面的车撞上了 车主赶来 上来就给贺超一巴掌 你小子做事 也不看看自己身份 你穷死鬼的命 敢做这高档玩意儿 实相的话 赶紧给爷我磕一个 要不然就你挣了点钱 连妻女都赔不起 这男儿膝下有黄金 贺超当然不可能给他磕头 可为了这骨气 贺超不仅赔上了所有的存款 而且 汽修店也把他开除了 郁闷的贺超 一时找不到工作 只能伸手 接叶文的钱 他每天看着 叶文打扮的光鲜亮丽 早出晚归 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的挫败感 贺超 别愁了 走 哥们有你放松放松 明哥看到贺超 整日戒酒消愁 苦闷不堪 就提出 大家去放松一下 明哥把贺超 带到了一间地下KTV 可来到这的人 全不是唱歌的 在这里 贺超第一次 吸食了K粉 也就是化学名称为 绿安酮的毒品 可是这毒品 进门容易 出门难啊 后来贺超就玩上了瘾 他甚至背着叶文 开始借钱吸食冰毒 就这样 在毒品的作用下 贺超是越来越堕落 也越来越缺钱 开始在叶文身上 想办法 宝贝 一会儿到了饭店 我就不进去了 你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 陪好那个广州老板 有了他 什么保险 全有了 对了 千万别说我是女男朋友啊 贺超推着叶文 来到了一间 豪华的饭店门口 嘱咐完叶文 转身就走 叶文走进饭店 来到餐桌前 发现 除了知道那个广州老板姓周 其他的男男女女 一概他全部认识 叶文坐到了周老板的旁边 开始想方设法的 怎么去推销保险 可是这周老板 对保险并不感兴趣 反倒是对叶文很感兴趣 于是这周老板 就色胆包天 半瓶白酒下肚 就开始在桌底下 又摸叶文的手 又摸他的腿 叶文是躲闪不及 但又不好生长 他好不容易 找到了一个借口 中途退场回去了 回家以后 叶文怕贺超生气 本来没想把这件事告诉贺超 可是这贺超 却嬉皮笑脸的 跑过来对叶文说 亲爱的 周老板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他看上你了 听说他特有钱 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是给他开车的 他说他要在这边找个小 这肥水不流外人田 要不你考虑考虑 叶文全当贺超 是在开玩笑 根本就没有多想 叶文以为 这周老板 就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 可是这一切 他全想错了 为帮吸毒男友还债 女人甘做他人情妇 我贺超 保证再不接触毒品 否则天打五雷轰 债务还清 男友却希望他继续被包养 他便宜都占了 还那么有钱 咱怎么也得赚够咱俩的创业资金吧 沦为赚钱工具的女人 为何换来的却是欺骗与被害 被男友出卖 法律奖堂正在播出 过了几天 叶文回到家以后 一下子惊呆了 房门敞着 走进去 心里一片狼藉 电视 茶几 全都被敲碎了 一块墙面上还被喷了 大大的红字 还债 这些倒没什么 关键是这贺超 躺在沙发旁边的地上 被打得皮青脸肿 嘴角还流着血 这怎么了 叶文上前 一只手扶起贺超的头 一只手就想打电话 报警 可是却被贺超给拦下了 贺超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叶文 自己污染毒品 欠下外债 现在力滚力已经有十万了 而今是债主登门 要是再不还钱 下一次可就卸胳膊卸腿了 叶文听完贺超的讲述 除了气氛 更多的是心疼 你怎么这么傻 疼不疼啊 叶文刚想上前去帮贺超扶去嘴角的血 可是贺超却一下子把他挡开了 贺超用忧郁的眼神含着泪说 我能怎么办 谁让我没钱呢 你走吧 我不拖累你 说完 贺超捂着脸就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刻 叶文也哭了 他怎么舍得离开自己心爱的男人 相识一来 这贺超虽然是没什么大的本事 也没什么钱 可是贺超知疼知热 冬天叶文脚凉了 贺超解开自己的衣服 就把他的脚贴在自己的肚皮上 叶文生理期不舒服 贺超熬好小米粥 配点红糖 一口一口的喂叶文吃 再加上贺超那张明星脸 叶文早就知道 自己愿意用一生来陪伴这个男人 可眼前怎么办 是啊 没钱啊 有钱什么都解决了 他 叶文突然想起了救星 他擦干了眼泪 来到里屋 强颜欢笑 拨打了周老板的电话 于是叶文就委屈自己 当了周老板的情妇 这周老板虽然其貌不扬 但还真是有钱 他对叶文喜爱有加 来到叶文的城市 就对叶文一致千金 有时候也带叶文回广州 不仅给叶文满名牌的衣服 香包 首饰 而且还给叶文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把自己名下一台二手奔驰 交给叶文开 可是叶文对这些并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赶紧凑够现金 把贺超的战还上 到时候两人就能双宿双飞了 叶文天真的以为 只要攒够钱就能够过回原来的生活 可他万没想到 当他把钱拿给贺超的时候 贺超却提出了更为过分的请求 那一天叶文刚在机场和周老板吻别 转身来到停车场 贺超已经等在叶文的奔驰旁边了 贺超上来就想亲亲我我 可是叶文像是有心事拒绝了他 叶文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大信封 他郑重其事的对贺超说 总在你们两个男人中间换来换去 我好累啊 有了这个 债就能还上了 下一次我就要跟他说分手了 贺超接过信封 往口袋里一看 这么多钱 眼睛亮了 他亲了一下叶文的脸蛋 宝贝 你太能干了 这么快 贺超还想继续说什么 可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兄弟 我冰湖是不是在你那呢 晚上给我送来呗 贺超尴尬的摁掉了电话 可是叶文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他知道 电话那童所说的冰湖 就是吸食冰毒用的工具 还没等贺超解释什么 叶文 眼泪已经在眼圈里打转 低下头 不说话了 贺超 拎起叶文的手 就抽自己的嘴巴 然后 他举起一只手 说 老胖 这样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息了 但你也别那么快跟他分手了 他便宜都占了 还那么有钱 咱怎么也得赚够咱俩的创业资金吧 叶文看着贺超那张俊俏的脸 心肉软了下来 要是贺超真有个生意做 可能就不会游手好闲 两人就该有未来了吧 于是叶文就答应了贺超 再跟周老板一段时间 但是 他要求贺超 写下一份保证书 内容是 我贺超 保证 再不接触毒品 断绝胡鹏 都有联系 发誓 这辈子只爱叶文一个 无论任何情况 都愿意 取叶文为妻 否则 天打五雷轰 半年以后 叶文还真把一个 汽车租赁公司的营业执照 拿到了贺超的眼前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叶文 算上买的 还有租的车 公司旗下 现在已经有大大小小三十台车 贺超喜出望外 宝贝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老家伙太敢往你身上头了 赶紧 赶紧把他踹了 回来咱俩干吧 可是叶文 听着贺超的话 却郁闷的 低下了头 我还得回广州 陪他周旋一段时间 这公司啊 虽然是我的名字 但其实就是为你开的 我觉得你干过汽修 这汽车租链 你一定很上手 你赶紧 招几个伙计 再找一个咱们信得过的人 帮咱们管账 你在家好好挣钱 等我回来结婚 叶文的声音有点哽咽 可是贺超 并没有多想什么 就按叶文所说 迅速组建了公司团队 并且邀请来 曾经小时候 让他住在一个院里 一起长大的发小 刘彤彤加盟 让他负责行政和财务 汽车租赁公司的生意 逐渐步入了正轨 可是叶文却从贺超的世界里 消失了 一连几个月都是音讯全无 这不仅使贺超开始胡思乱想 贺超就想 这叶文是不是舍不得和周老板分了 一年的时间就能给他投几百万 论谁也不会回来陪他这个穷小子过了 贺超想到这儿 觉得叶文太值钱了 自己怎么就没好好珍惜 这么有魅力的叶文呢 他白天胡思乱想 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贺超做梦都没有想到 几个月以后 也就是在开篇时我们提到的这一天 这叶文居然挺着个肚子 回到了他的面前 原来啊 叶文在让贺超写下保证书的那一刻 就已经想好了快速赚取创业资金的办法 因为周老板曾经跟他提过 说自己家财万贯 但就是膝下无子 如果叶文愿意给他生个儿子 条件随便开 叶文为了快速的创业 就答应了周老板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一旦检测到自己怀的是男孩 周老板就必须立刻给他进行投资 周老板答应了 当叶文怀孕八周的时候 他为了最快速度检测出孩子的性别 就来到香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 对孩子进行检测 一查染色体XY型 也就是说他怀的就是男孩 周老板这个乐呀 言必出行必果 相继给叶文投资了三百多万 迅速的选址开店 开办了这家汽车租赁公司 叶文怕何超生气 本来没想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何超 本打算在广州生完孩子 处理完一切后再回来 可是谁争想 这周老板有了儿子以后 天天的就往叶文那跑 后来让他的老婆和女儿发现了 周老板的老婆带着人过来把叶文就打了 周老板无奈 秘密的让叶文回到自己的城市去保胎 顺便再召开一下新店 叶文本以为自己讲述完这一切后 何超会生气 可是何超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 没事 生了就把孩子扔给他 实在不行就打了 反正公司都有了 何超扔下这句话 就出去办事了 可是这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叶文觉得 也是啊 这孩子打了不就完了吗 到时候 周老板的这些都算是赠语 要可是要不回去的 为帮男友赚钱 女人甘做生子工具 没事 生了就把孩子扔给他 实在不行就打了 反正公司都有了 发誓不改前妃的男友 却背叛女人另寻新欢 她现在就是咱们店的二手车 还被人偿租了 我当然更喜欢你 女人的父亲得知实情 她将会如何替女儿复仇 被男友出卖 法律奖堂正在播出 叶文看着 在店里出出入入的人们 突然感觉自己快要熬到头了 她现在特别想看一看这几个月的账目 谋划一下未来的收入 彤彤 你把账本给我拿来 刘彤彤把账本拿过来 叶文翻看着账册 这脸色突然有情转阴 她发现这几个月的收入 到账以后 全被贺超给提走了 这么大的花销 会不会她还在玩毒品啊 叶文的头嗡嗡的响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放下账册 赶快的赶到了贺超的家中 叶文有房门的教室 打开门进去直奔电脑 打开了上面的一款网络聊天软架 叶文隐约的记得 贺超就是通过网络聊天工具 联系卖家 获取这毒品的购买渠道 如果贺超还在吸毒 那这上面应该有聊天记录吧 叶文输入密码 等待上线 可试了好几次都不对 贺超早就把密码给修改了 叶文为了寻找到蛛丝马迹 就开始在贺超的电脑上一通乱点 并且还原了所有的隐藏文件 突然一个被隐藏的视频文件 吸引了他的注意 叶文点击鼠标 打开一看 他竟然发现这视频中 有一男一女一丝不挂 女的放荡地问 我和他你更喜欢谁呀 这男的双眼迷离 像喝醉了酒一般回答道 他现在就是咱们店的二手车 还被人偿租了 我当然更喜欢你 叶文盯着画面 看着看着 他突然浑身的发抖 他开始撕心裂肺的哭 原来这是一段 贺超和刘彤彤 共同吸毒后的性爱视频 这贺超和刘彤彤 怎么跑到一起去呢 其实啊 这刘彤彤 从小就喜欢贺超 他知道贺超 看不上自己相貌平庸 于是隐藏爱意 总打扮得跟个假小子似的 围绕在贺超的身边 做他的铁哥们 贺超对刘彤彤 是非常的信任 什么事都不瞒着他 一来二去 刘彤彤也非常聪明 就发现了贺超吸毒的事 超哥 你戒了吧 试过戒不了 你都不知道 那戒有多痛苦 刘彤彤看劝说无用 就做出了一个最傻的决定 他要身临其境 体会着贺超的痛苦 然后陪他一起戒毒 一个月以后 当贺超发现 刘彤彤在他面前 娴熟的吸食毒品的时候 他震惊了 贺超竟觉得 跟刘彤彤一起吸食毒品 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 而刘彤彤 这个傻女人 她怎么能够在毒品中回归理智 她跟着贺超 就这样堕落下去了 而且 在毒品的幻觉中 她竟然宽衣解带 找到了自己虚幻的爱情 备受打击的叶文 偷偷地离开了 他把那份保证书撕得粉碎 赶回到父亲开了网吧 跟父亲哭诉了一切 说出了自己一番付出 竟换来如此的背叛 听着女儿伤心的哭诉 叶文的父亲越想越气愤 叶文从小到大都被视为是掌上凝珠 从没受过什么委屈 可如今竟然会遭受如此奇耻大辱 身为父亲 怎么能坐视不理呢 于是 他决心一定要替女儿报仇 还要让贺超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二天 叶文的父亲带着几个混混 拿着刀就来到了贺超的住处 要教训他 这贺超 以为叶文又回广州去了 几小时前 他刚洗完毒品 现在正暴躁一幕 看到有人来捣乱 他举起家中的煤气罐 还有打火机就喊 你们再感动 信不信老子 跟你们同归于尽 慌乱之中 一个混混上前 拿刀一下子刺中了贺超的心脏 最终导致贺超死亡 我们说 叶文的父亲带着几个混混 想要教训贺超 最终却置其死亡的行为 涉及到今天我们要讲的 法律上的一个名词 叫做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 这不是一个罪名 而是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加重情节 脚之一般的情节 量刑时要重一些 根据我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 致人重伤导致他人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这最后一款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量刑加重情节 最后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直接行为人 有期徒刑13年 判处叶文父亲 有期徒刑12年 其他犯罪分子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警方通过刘彤彤顺藤摸瓜 捣毁了两家容留他人吸毒的KTV 刘彤彤最后也被送进了戒毒所 有人会问那叶文呢 他最后痛苦的选择了做银产手术 孩子被打掉了 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还给了周老板 自己则回家去经营父亲的网吧了 通过今天的案例 我们看到 恋爱关系中的包容和支持 并不等同于纵容和盲目的追随 叶文太过纵容喝潮 刘彤彤更是盲目的追随暗恋者 可是他们都忘了 这爱人的前提是自爱 如果在一段爱情中迷失了自我 甚至迷失最基本的道德和法律观念 那么这种爱情跟毒品没什么不同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二十年后同学聚会 女同桌儿子的照片引起轩然大波 这个小孩为什么和自己这么像 他是不是自己和心仪的孩子 秘密约见女同桌 他能否问清事情的真相 这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毫无关系的孩子为何跟自己长得这么像 究竟是巧合 还是女同桌不愿拖累自己 同桌的秘密 明日播出